就在深夜開了記者會說 會計師還在持續結帳當中 所以沒有辦法給出確切的數字 但是會研議要變更會計政策 來提高進職 不過投資人的信心 依舊是受到了影響 就在今天早盤兩家公司股價 再吞跌停 西裝筆挺搭配金框眼鏡 他是影眼良兒子影崇瑤 兩年前出席南山人壽股東會 首度曝光就是以接班人資態現身 今年六月接任南山人壽 董事長 但才過了一個多月就傳出 南山人壽面臨第二季禁值 恐怕跌落1880億元危機 減幅達36.75% 居於受險公司之棍 南山人壽他們有非常大量的 債券部位 我們知道今年的債券波動幅度 非常大 那因為我們目前現階段的 會計準則裡面來說的話 會讓這個所謂的債券部位 會先反映出損失 南山人壽的衝擊 是最大的一個情形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全球步入升息循環引發股債市場雙空 明明升息年為何只有南山衝擊最大 居受險公司之棍 其次國泰中壽和富邦減幅都在20%以內 受險公司其實資產負債金項目都很大 股本也很大 這個影響都比較小 但是因為順帶金順帶錢股本比較小 所以它的禁止波動就會非常大 受險公會強調升息並不會引發禁止風暴 也讓這場下市風暴指向8月受險公會的選舉 因為尹重堯表態要競選理事長競爭對手是全球人壽董事 陳惠游從當年陳水扁總統府官邸總管轉戰商業界 與不少金融圈鉤層油口 尹重堯陳惠游兩方各自爭取支持 還延伸到政治和媒體角力 南山人壽爆出禁止危機 究竟和工會改選有關 還是難以彌補財政赤字 還是得等半年報8月出爐 讓數字說話見真章 近新聞協委許偉辰採訪報導 確實在讓數字更好 確實在有關 一些雙方的工資 那麼簡單 一些雙方的協力 將會讓數字更好 確實在是